凌冬县各界109年秋季郑王将士及死难同胞典礼 上午由县长潘蒙安率县府各单位主管及军警代表前往中列祠 一同上香献花向英灵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一事庄严隆重 司宜攻读纪文后 派蒙安与陪记者及全体与记者向郑王将士及死难同胞排位行三举功礼 在全体慕哀后派蒙安也特别向到场的烈士家属及遗族献上鲜花表达慰问 今天是九三军人节 也代表宪政 向我们所有过去的在秋季的国军或是一个将人来致议 那当然也最重要也要免排这些为国牺牲的军人 那当然也要来祝福在九三军人节 所有向国军致敬 有不少烈士家属及遗族 每年都到中列祠参与秋季 也有人带着后备业起来缅怀家人 了解过去抗战历史 我叔叔他是在民国五十四年的时候跟中共海战 他们的雨雷艇被集成失踪 那我今天是特地带我爸爸过来 因为我爸爸已经八十岁了 那另外也带我儿子过来 因为也必须要有人去传承 去了解 等于是他的俗工在为国捐躯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历史我想我们后辈也应该要了解一下 九三军人节 贫诺县政府借秋季典礼 表彰烈士忠贞气节 也对这些牺牲奉献的烈士 表达罪不舍的追思 贫诺新闻 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道